相信我,一切跟艺术和变态扯上关系的都会红。 江晨是第一个看到我出来的,他拿着镊子指着我说, 进去,你出来干嘛?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那个玻璃面人饿声饿气的嘛。 臭你妈的,看什么? 呃,妈! 他后面那句,啊,妈! 是用突如其来的拔高的音调喊了出来。 我被吓得倒退了两步,愣愣地看着江晨。 江晨把那镊子上带有生字的玻璃片往身旁推车上的铁锅里咣当一丢。 这里是医院,嘴巴放干净点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,表情并无凝重,甚至语气也是淡淡的没什么起伏。 可是,我觉得他很帅。 玻璃面人用他那张血脸,表达了一个敢怒不敢言的表情,并且很谦和地说, 晓得了,玉兽,您轻点啊。 江晨摁了一声,看着我说, 你进去。 我呕了一声,绕回屏风后面,盘腿坐在床上发呆。 我听到玻璃面人用讨好的语气问说, 医生,你女朋友漂亮啊。 江晨似乎应了他一声, 然后玻璃面人又说, 医生,带你朋友在病床上刺激啊。 不出意料的,玻璃面人又哀嚎着脚解开, 铝直, 然后啪啪啪地拍打着我的小腿。 在他一掌一掌地飞山下, 我感觉血液跟硫酸一样, 滋滋滋地流回我的两条腿。 我麻呀, 我疼呀, 我麻得疼。 五六分钟后, 我的腿总算恢复了正常知觉。 我踹了江晨一脚, 表示我的脚已经好到可以踹人了。 也表示, 他在我行动不便时, 把我当不倒屋玩, 这件事我很不满意。 实话说, 我这一脚踹得不硬不狠, 但江晨被我推翻在床上, 他捂着肚子说, 陈小夕, 你是女汉子摔跤手吗? 我又补了一脚, 你是阿斯坎影帝吗? 江晨还是捂着肚子不动, 甚至我远远地觉得, 他鹅脚已经泛出汗来了。 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, 难不成, 我这一脚还麻成了佛山无影脚, 轻轻一踹就能踹出人命来。 我爬过去拍他的背, 没事吧, 别吓我啊。 他突然转身抱着我, 你是白痴啊, 我捂着肚子, 你拍我背干嘛。 他抱得很紧, 几乎把全身重量都过渡给我, 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 我说你怎么了, 别累死我啊。 他说, 没事, 我胃有点疼, 让我抱一下。 我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, 你是不是饿了, 我给你买点吃的去, 还是你的药在哪里, 我去给你拿, 你这胃怎么老痛啊, 这样不好,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